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鼓励你打开圣经 让神的话进到你里面 我们正在读在《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第41章 那里面讲到约瑟的人生 昨天和你分享到说 约瑟的人生有一个一个非常清楚的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价值 即便从17岁到30岁那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它是从人来看非常不顺利的 但在那个不顺利的过程当中 神却在祂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修剪 你也正在你人生当中一段很不顺利的景况里面吗 不要只看到环境里的困难 你要看到那背后上帝的手 上帝借着环境里的困难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修剪我这个人 而且你相信 时候到了 什么是时候到了 功课学会了 功课学会了 时候到了就升级了 好像我们念书到了期末都有一个期末考 你学会了这一门功课 pass就过了 如果没有pass 你就要留级再来一遍 学会神在现在环境当中给你的功课 谢谢主 昨天说 在那样的一个奇妙的情况之下 法老王当时最大的一个权力的掌权者 而另外一个是监狱里面一个最小的囚犯 法老有问题怎么会找到监狱的囚犯 因为无路可走 法老好像走到无路可走 按照他的能力范围当中 他把所有可以用的人 可以请教的人 可以询问的人 都问了 都求问了 可是没有答案 而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九镇 那时九镇对法老说 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 九镇突然想到 哇 当年有一个希伯来人 关在我们的监牢里面 在我最不好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梦 是那个年轻人替我解梦 对 他会想起 他说我今日想起神的神奇妙的恩典 让他想起 他说我想起我的罪 为什么 因为我当年答应人家的 我跟人家说 我出狱之后 我愿意 我愿意帮你 可是我忘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想起是神的恩典 当年的忘记也是恩典 如果当年 那个时候九镇一出监狱 就想起这件事 就记得牢牢地记得这件事 就帮了约瑟一把 那么约瑟就在埃及流浪 就在埃及流浪 不知道到哪一家 又去做管家去了 他根本没有机会见到法老王 能够见到法老王 是因为当年的忘记 和今天的想起来 你有没有发现 忘记想起都是神的恩典 有一些事情你觉得 好幸运哦 神的恩典 也有一些是你觉得 怎么会这么糟糕 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 那仍然是神的恩典 祝你